大家好,欢迎来到鹿天电影院,我是吉利波 今天是龙之家族本季的最后一集 这一集是否会有出乎意料的大包袱呢?我们先看剧情 除了本剧,我们每周还不断更新不舍王后边缘世界 还会不定期推出一些优秀的小朋友剧集 喜欢我们的朋友请关注我们,以免错过观看 好的,我们现在就开始 大厅里,小鹿拒绝当潮头岛岛主 认为自己和外公相比,不堪重任 雷尼拉安慰儿子自己也经历过这个过程 小鹿觉得自己更比不上妈妈 这让母亲颇感欣慰,她告诉儿子 她会像自己的父亲照顾自己一样,竭尽全力照顾儿子 这时,雷尼斯奇隆赶来求见 他带来国王驾崩,移动继位的消息 这令雷尼拉伤心欲绝 呆梦觉得哥哥是被谋杀的 雷尼斯既没有阻止,也没有被杀 居然完好无损的奇隆来报信,有点不可思议 雷尼斯赶紧为自己辩解,叙述了一遍事发经过 最后强调自己没有动手,是不想承担叛国罪 而且也不想引发战争 自己没有责任来引发这场战争 仅仅是看在两假往日的情分和婚约上才来报信 然后对雷尼拉表示,应该应战了 怀孕的雷尼拉被突如其来的消息刺激 导致流血腹痛 丹蒙在妻子痛苦的嚎叫声中紧张地安排战事 雷尼拉痛苦不已地挺着肚子在屋里走来走去 然后让雷尼斯把在沙滩练剑的两个儿子喊来 强忍着腹痛告诉他们 国王驾崩依更继位的事 表示自己打算按兵不动 儿子们问其呆蒙 雷尼拉说呆蒙在安排战事 深知母义的儿子们一听就打算去阻止呆蒙 雷尼拉喊住小杰告诉他自己是女王 他们必须听自己的安排 儿子表示明白 小杰来到大厅宣告母亲禁止大家动作的通知 呆蒙把两个妓子叫出来 看自己如何判断玉林铁位的忠诚 在龙的威慑下让他们选择要么效忠雷尼拉和小杰 要么体面地死在龙宴之下 儿子走后雷尼拉拒绝皆生 自己从身体里拽出一个死去的畸形儿 抱在怀里伤心 然后亲自为孩子裹上尸布 呆蒙也为失去孩子伤心不已 他们为孩子举行了火葬 葬礼上小伊利克前来宣示效忠 并把偷来的伪在里斯的皇冠交给呆蒙 呆蒙亲手给雷尼拉戴上王冠 宣示效忠 雷尼拉在龙石岛 宣布继位成为女王 刻在桌面上的地图被火光燃烧 预示着王位的战火即将燃烧全境 盘点一下支持雷尼拉的家族寥寥无几 大学士打断说 看这些家族没有意义 只要数龙就好了 呆蒙站起来简单介绍 爱丽森家只有三条龙 但是自己家有五六条 加上五主之龙一共有十三条 还有二十个龙带为孵化 呆蒙觉得这么多条龙 可以直接平推军林城了 这时守卫来报 有绿挡的船靠近码头 呆蒙提舰前往 老地方 奥托带着卫兵来了 说有封信交给雷尼拉 雷尼拉起龙前来 奥托宣布 只要雷尼拉很向伊耿宣誓效忠 就可以继续继承龙石岛 小鹿也可以继承潮头岛 而且可以在朝廷身居高位 戴蒙鄙鄙鄙视地说 宁可让儿子去喂龙 也不会屈居人下 奥托坚持伊耿 才是合法的继承者 气得雷尼拉上来 一把扯掉奥托的首相 勋章扔了出去 双方剑拔弩招 奥托这才把爱丽森的信 交给雷尼拉 那是一张从书上撕下来的书页 看得雷尼拉百感交集 老泪纵横 托特的阵力将奥托烤熟的飞龙 一个眼神让戴蒙收了剑 然后告诉奥托 自己要考虑一个晚上 明天再给答复 晚上雷尼拉召集了一个会议 雷尼拉提出 龙一旦上战场 就会让一切灰飞烟灭 自己的责任是保护人民 而不是登上王座 戴蒙认为这番话简直不可理喻 现在双方都已经宣战了 就因为一封信 你就缴械投降吗 雷尼拉秉退众人 单独告诉戴蒙 冰龙相见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自己的誓言超过王位 说着就把冰与火之歌的 一本预言告诉了戴蒙 戴蒙一把抓住雷尼拉的脖子 掐得他喘不过气 戴蒙说他不想听什么预言 他觉得这些胡言乱语 影响了哥哥一辈子 现在又要从雷尼拉嘴里说出来 成为软弱的借口 他告诉雷尼拉 只有龙和王位才是最重要的 雷尼拉发现 戴蒙甚至不知道这个预言 感到吃惊又意外 戴蒙负气而去 雷尼斯在克里斯床前照顾 认为克里斯没有尽到责任 才让自己的女儿和儿子都死了 然后告诉克里斯 他的弟弟也因为想夺家族之主 被戴蒙杀死了 这令克里斯伤心不已 于是承认 家族为了争夺权力 失去的太多了 决定从此黑绿两党军不战 回朝头岛一仰天年 雷尼斯忽然站起来反对 他说他放心不下小鹿和小街 两个外孙女婿 肯定会卷入王位之争 克里斯狠狠地说 雷尼拉就是个扫门星 谁碰到他都是死 这话让雷尼斯很不高兴 他觉得正因为有雷尼拉 才让这个王国有了点正气 所有人都想打仗 只有雷尼拉还理性地克制 知道战争会给人民带来灾难 大厅里 大臣们为了战争讨论者 克里斯就像韦塞里斯国王一样 处着拐来了 雷尼拉现场问候 克里斯站在地图旁 一看就认为 雷尼拉的盟友太少了 然后看了一眼 孙子和外孙女们 转过来告诉雷尼拉 自己家和舰船全力支持他 并称雷尼拉为地下 雷尼斯也投来支持的目光 雷尼拉宣布自己绝不会第一个动手 克里斯二话不说献上大礼 声称自己几年来拼死占领了石阶岛和周围的海域 获得了最终胜利 只要自己封锁这片海域 就可以掐断君临城的海陆贸易 雷尼斯补充道 他会亲自骑龙去封锁 大臣们忙着补充 只要封锁住君临城的海陆 就可以逼迫绿党投降 但雷尼拉觉得还应该有地面的包围 必须拉拢那几家犹豫的 小杰马上申请自己骑龙去报信 不仅快还更有诚意 克里斯也表示支持 雷尼拉最终同意让小鹿和小杰都去 会后雷尼拉要求两个儿子 按着七神的圣经宣誓 辞去是以和平使者的身份 绝技不能动武 然后嘱咐了几句 两个儿子变骑龙前往了 小鹿来到封锡堡 正巧伊蒙德也在 两人在大殿碰个正着 小鹿鼓起勇气向宝主要求结盟 宝主声称 伊根的条件是娶自己一个女儿 那么小鹿也得娶一个才有得谈 小鹿拒绝了 因为自己有婚约在身 宝主也就直接拒绝了结盟 小鹿正欲离去 伊蒙德喊住他 露出自己瞎掉的眼睛 告诉他现在该还眼睛了 正欲动手被宝主喊住 不允许在自己的大殿动手 小鹿忙着跑出去 骑上自己的龙 伊蒙德追了上来 小鹿骑龙躲入峡谷 伊蒙德丢失了目标 正欲离去 这时阿拉克斯不听小鹿的指挥 忽然窜出来笑 瓦格哈尔吞了一口龙烟 愤怒的瓦格哈尔追上阿拉克斯 不顾主人的制止 一口连人带龙 脑子粉碎 伊蒙德心有余悸地离开 丹蒙把恶号告诉了雷尼拉 女王怒气冲天 好的 本集剧情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观赏 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点赞关注 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见